都可以你在比稿同志会上 把周斯敏支开一小会儿 没让他提到最后的小要求 那你打算怎么下来 你说周斯敏会不会 取报我们俩呀 这是在演好莱坞爱情片吗 果然得行万里路 才能把生活过上素材股 精力太浪了 不用简直浪费啊 你要写什么呀 寄素材呀 你放心 找詹姆斯的事情呢 就包在我身上 我上个月 刚写了一篇新闻 叫遇到三十六个帅哥 回去就写野外浪漫邂逅片 把你和詹姆斯的事情 通通写进去 你可别小瞧我呀 我现在这篇文可红了 说不定詹姆斯也在看 这么一来 他不就能找到你了吗 你真是想一出诗一出啊 当年就应该去念中文系 念什么珠宝设计啊 话说回来 东姐 你是不是对人家詹姆斯心动了呀 要不然 我回去就发动我的书本小天使 我帮你寻寻怎么样 没上这份詹姆斯的肖像话 不用 千万不用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谈恋爱对我来说 到最后 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高杰 高杰 你就是太悲观了 还是因为你妈妈生病的是吗 你不能老因为家庭的原因 就不去憧憬爱情了呀 爱情在最初是纯粹的 但是 如果要继续深入发展 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 所以 我这两天在想啊 也许 是老天爷已经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 和詹姆斯 结束在最恰当的时期 来 以上呢就是我的设计理念 谢谢大家 好 非常好 自从我们凡思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 比较少关注今年的消费选题 是 温迪这一次选用妖精的概念 而且 她用狐狸来诠释 我觉得特别地有创意 而且听起来 就十分地有诱惑力 况且设计得也非常不错 二位可以看一下 好 好 还不错 是 还不错 的确不错 是 好 下一位 小三 我这次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无根之花 雪花 雪花 纯净又复杂 美丽又冷烈 就像现代的都会女性 不依附不取悦 自有一帆天地 杰森林 你这么高冷的手势 你觉得男人会买了送给女人吗 我们凡思可是一家大公司 婚恋珠宝才是我们的设计主流 我们不会去设计这么高冷的手势 来迎合非主流的小众市场的 周总 现在的都会女性的消费主义 是非常 我们先不谈什么自主意识 也不说你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次公司内部笔稿呢 我们是有具体要求的 而且我已经开会传达过了 你为什么不按着公司的要求来呢 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想法 比公司的要求要好 我明明是根据公司要求来设计的 哪里不对了 小子 这次的笔稿虽然不限主流不限配食 但是要统一圈动物的主题 动物的主题 听到了 动物的主题 你的设计总监都已经这么讲了 证明我传达信息传达得很高 没关系 先坐下 坐下 有的设计师呢 想法是很好的 不过不是我们需要的 没关系 两位可以开始评论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设计师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都拿出来了 相信各位都是很用心设计的 当然 有的设计师呢想 别具一格独出心裁地展示自己的作品 未免让人觉得有点急功近利 怎么样 可以了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就宣布一下 本年度匠心珠宝设计师大赛 代表凡思参赛的设计师是 是 Windy和文文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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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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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你在比稿通知会上 把朱斯林支开一小会儿 没让她提到最后的小要求 那你打算怎么歇会儿 你说怎么歇就怎么歇啊 那可是你说的 你可别后悔啊 来 等一下 你说 朱斯林会不会举报我们俩呀 她做事一板一眼的 高杰天真 你也跟着她天真吗 举报要有证据的 没有证据的举报算什么举报 再说公司是卖我运营总监的面子 还是卖她一个小设计师的面子 这就叫职场规则了 懂吗 周迪 你太过分了 就是因为我对你一人在人 你才会这样欺压我 我再也不会沉默下去了 请进 谢谢你啊 看你这么帮我 不用客气 我看你这海报呀 这么有创意 我待会儿就让同事给你放出去 那就辛苦你了 不用客气 我先走了 好 海风书 你也知道海风书 老乡啊 我已经在国外住了二十多年了 我已经在国外住了二十多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这一转眼 辞恋也成立十年了 那么这一次呢 为了更好更快地适应国内兵器人的市场 我们决定 辞恋这一次的大中华发展计划 由我的女儿高慧来担任 在国内的珠宝行业里 我还是个新人 过去在国外参加的作品 不一定适合国内的市场 所以这一次 我会先参加 降星年度的珠宝设计师大赛 真的很期待和国内的新锐设计师们切磋 不知道会遇上怎样强劲的对手 谢谢 谢谢